主题是免费的 插件也是免费的 对于这个弹幕演示站修改程度 修改的范围非常小 非常少 但是基本上也能凑合着用 至少说不用咱们去编程 也可以用 只能达到这个目的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个插件叫Elementor 我们之前说过 就是这个东西 Elementor 这个东西它也是个插件 是免费的 也得提前先下载下来 才能够导入这个弹幕演示站 并且以后如果修改这个弹幕演示站 这个弹幕演示站在国外网站上 国外服务器上有 我们把它copy了一份 放到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上 原来服务器上也都是有并不是移动 而是复制 我们不能修改人家的服务器 我们修改我们自己的服务器 可以比如说我把这个拔掉 我这个要换个东西 这要抠一块什么的 用什么做 用Elementor来做 但是这个插件呢 我们用的也是免费版 只能修改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Artistra主题 它也提供了一些定制修改的地方 虽然是免费的 它也可以定制 比如说换个logo 我要把这个logo换一下 然后我再把这个页角换一下 可能只能修改这四个地方 我们刚开始说这个 这有一个叫模板安装器 它只是起到一个安装的作用 安装的这个代目演示站 把它给搬过来 那个插件就没用了 我们可以把它停掉或者卸载掉 等以后需要了再安装 以后修改网站 那就是用主题和Elementor 修改这个网站 用免费的Artistra主题 和免费的Elementor编辑器 只能做非常有限的修改 那如果我想要改改那 再改改这 再改改这 这再加个东西 这再加个东西怎么办 那只能买Elementor Pro和Artistra Pro 再加钱买这两个Pro版 就算你买了Pro版 你的一些需求也不一定都能满足 只能满足大部分常用的功能 就是很多人都能用得到的功能 它几乎都可以做到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一个东西 它没有 想要的一个功能它无法实现 这也是很正常的 都有可能 这个基本上讲清楚了吧